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是禮拜五 今天拉回跌了11點 我們看一下 今天是震盪 中場是跌11點 我們看大盤 目前在這裡 高檔1014點 拉回整理目前第22天 今天量有稍微上來1400多億 但是量多真的要玩得瘦黑 表示最高人開始有套勞跡象了 所以這個往上攻的過程 瘦黑可以爆量 當然是比較不利的 當然在這裡之後 後面大家都很關心了 大盤的後事 第二個也關心張惠銘 為什麼要離開股市 說真的我在6月21號之後 因為節目時段到期了 這個公司也不願意 續約給我 所以我只能暫時離開銀棺木 這個是很無奈 很沒辦法的事 當然我在節目15年了 上節目講股票15年 說真的15年也是漫長的時間了 那15年來 我也沒有好好休息 除了過年之外 我幾乎沒有再放假了 有時候感冒 咳了快死了 我還是上節目 我非常忠於我的職責 所以我每天都上電視接盤 接盤 當然在15年來也非常的漫長 當然也做了很多事 對投資朋友可能有一些幫助 所以這幾天電話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都看到一些鄭重再見 他們都為什麼張惠銘 你要離開銀棺木 是不是你不買節目了 不是我不買 我是買不到 沒辦法 因為我不是電視台 我畢竟只是一家頭褲 那人家不賣給我 我真的我也沒辦法 6月21號 讚北銀光木 全省的感恩巡迴連獎 包含台北 台中 這個禮拜要辦 以後高雄 台南 新竹 嘉義等等等 都會 只要人數夠 我就會去 能夠服務這麼多投資人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當然我上節目15年了 說真的也蠻感慨的 這是我15年前講的東西 到現在15年過去了 有些分譯師連一個字都不敢提 我已經講15年了 五大保證 持股五檔以內 他這邊 一個分譯師如果持股一大堆 124檔 234檔 100檔 甚至有較勁 從來沒有叫出的 有 真的有 那每檔股票漲停都是他的 因為三年前他曾經叫過 那請問這個叫分譯師嗎 這個叫騙子 當然我們不能去點名 我們不能說那個誰誰誰都是 我們不能這樣講 可是我們都心裡有輸 投資朋友你心裡也有輸 因為你參加過 哪些分譯師手中股票一大堆 叫進就沒有叫出 你們都很清楚 對不對 持股五檔以內 這應該的 可是你看多少人做得到 代進一定代出 股票你進場要不要出場 當然要啊 可是多少人進場以後就沒有了 就沒有再關了 所以他傳真稿一定沒辦法追蹤 沒有出場股票傳真稿一定追蹤 不吹噓不說謊不行騙 不跟公司派大股東 主力揪手勾結坑煞三五 這是我15年搶的五大保證 到現在15年後過去了 你看哪一個人敢講這個 張愛銘每天都敢跟你這樣講 任了一天張愛銘講了績效 根本沒有坐在吹牛的全額退費 因為這樣說真的我常常被檢舉 有時候績效做太好了 然後同學就會檢舉 因為我這樣講 會把很多人生意槍走了嘛 所以很多人會檢舉 這是我以前常講的 過去現在未來績效造假全額退費 任了一天過去 現在未來就是任了一天的意思 績效造假就全額退費 我的會員原本只有這三個等級 總統特別普通 沒有絕對不會有第四個 以前做棋子有二合一 二合一就是股票加普通會員 愛是普通會員嘛 等於是嗎 所以沒有任了一天 我會違背這些弱言 每天我都做得到 15年喔 任了一天 任了一筆績效造假全額退費 我都做得到的 我不會吹牛的 沒有做到我就不會講 我做到我才會講 我沒有做到 我不會拿一個假的東西說 這是我做的啦 我們績效有多好 沒有 那我當然因為這樣 既然講了這個嘛 任了一天任了一筆 績效造假全額退費 所以啊 很多同業都會抓我的毛病 看看詹愛銘有沒有假績效 檢舉 檢舉完工會就來喊叫我解釋 要解釋就解釋啊 我從來沒有因為我假績效被做過任何處分啊 沒有 我講一定是真的 任了一天喔 不是一天而已 這是我在107月到103月5月15號講的 我總共做了11筆的字請 賺了397塊 每筆是什麼會員做的都有 總統總統特別總統總統都有 那後來 因為這個績效實在太好了 我最後一筆出場322嘛 那天322 字請股價是這樣 那我已經賺了397了 我比字請的股價還要高很多 那當然就很多人先舉 那工會就叫我來喊要解釋 你為什麼賺那麼多 啊我就給他看啊 有一筆一筆證明給他看 有啊 這個都是啊 那每一筆都真的啊 我也沒有造假過 任何一天都不會 那後來工會說 你這個總統也跟特別混在一起不行啊 你要把它區隔開來 啊區隔就區隔啊 喔這總統做的 這特別會員做的 啊區隔就區隔也不會怎樣啊 也不會少一塊肉啊 但每一筆都是真的啊 因為這樣 所以張譽明在這個股市裡面 有一點 不可撼動的地位 說真的15年過去了 當然現在沒辦法 時間 就是買不到時段 我也沒辦法只能暫時離開營光幕 當然昨天半夜 我在公司快12點才離開 那有一個好朋友 特別打電話來 譽明你在不在公司 我去跟你談一談 因為他跟我很好 我說好好來啊 他說媽媽每天都看我節目啦 他想要了解 為什麼張譽明突然要離開這個營光幕 他也很納悶啊 做得好好的幹嘛要走 他也是說有什麼引擎 是被停牌啊 沒有沒有沒有 那我就比喻給他聽 這個喔 這個叫做水蜜桃 這是水蜜桃 這水蜜桃是拉拉山的 這個水蜜桃很好吃 哇 非常的甜 夠好吃 要許好吃喔 拉拉山的 那為什麼要講拉拉山的 因為有一個地方啊 這水蜜桃比拉拉山更好吃 你知道哪裡嗎 拉拉山幾乎是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地方比拉拉山的水蜜桃更好吃 拉拉山的甜度大概18度 然後那個地方的水蜜桃22度 甜度22度非常非常好吃 來 就是這裡啦 你們知道這是哪裡的水蜜桃嗎 這是我去水蜜桃樹 這是水蜜桃喔 我這邊摘水蜜桃的時候拍的照片 這是福壽山農場的水蜜桃 去年我去福壽山農場 這是福壽山農場的廠長李清斌 他是不跟你他照相的 因為福壽山農場有茶葉嘛 那他怕跟他照相以後 人家拿他的照片去宣傳 影響到他們的聲譽 所以他不跟他照相了 除非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才會跟你照相喔 跟我 這是我 這是李清斌 李廠長長福壽山農場 這是國王部的李上校 那去他就跟我講一個小故事 他說啊 他們農場的水蜜桃 他特別帶我去摘 帶小朋友去 因為福壽山農場在那邊摘水蜜桃 這裡一般的人是進不去的 他沒有對外開放的 你進不去的 他帶我去摘水蜜桃 他就跟我說 他們福壽山農場的水蜜桃 甜度22度 因為非常好吃 所以每一次喔 這個啊 李山地區有辦那個產品 那個農產品的展售會 那如果有邀福壽山農場去 其他的那個福壽山周邊那些果農啊 他們都不去 為什麼福壽山農場去他們都不去 他說福壽山農哪去 因為他水蜜桃22度嘛 很甜 那大家都買福壽山農場 都不買他們的 所以只要福壽山農場一去 他們都不參加 旁邊的那個果農都不參加 所以到最後沒辦法 一些主辦單位 他們只好不要福壽山農場 你讓他來去他就不用做行李 通常給福壽山農場搶走啦 李山地區說沒關係啊 反正我們才很好吃 大家還是指名要來買啊 就算我們不參加展覽也沒有關係啊 還是都不賣 這就這樣啦 那我跟他講完 同邊你聽懂意思嗎 不是我不買節目啊 因為太強了 所以很多人跟我同時段 他根本就做不到生意 大家都有參加 我不參加他啊 所以我不小心人家當然就說 好不 張維銘你不要上人 讓他其他人上 你上會你都可以說光了 你休息一下 他只好這樣啦 沒辦法啦 分析師的最高境界 人力遠離江湖 江湖還不斷在傳說他 同邊你覺得會不會 會不會你自己想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這樣嘛 休息一下也是很好的事啦 我覺得 說真的啊 15年都沒休息了也會累啦 只是我休息的時候 怕很多人會 又踩到陷阱裡面 不要說張維銘技巧做多好 講我在電商跟大家提醒的 最近出事的股票叫什麼 叫核萬嘛 跌了17跟跌停板 連續的喔 每天都跌停 跌了82% 那像這種股票 是不是應該分析師要跟你提醒 你不一定有買啊 那是要跟你提醒 不管跟觀眾提醒跟會員提醒 這股票不能買 這股票轉空了 但是很可惜沒有一個人做得到 沒有一個人知道 這股票要出事 只有一個人知道 那個人是誰 這是哪裡 3月20 3月20 但是我在節目上提醒 何望轉空了 要避開 全中華民國這一個人有提醒 就是我 所以有人說 張維銘你離開銀光幕的時候 很多人會無所依靠 突然間 好像那個燈塔熄滅了 找不到方向了 很多人很需要我 很需要股神系統 需要我他自然就來找我啊 我們公司電話也都在啊 我只是暫時離開銀光幕 因為說真的每一次要上節目 大概要準備兩個多小時 來回啦 錄影就半小時嘛 來回這樣 大概一個多小時 上節目前要準備嘛 大概將近三個小時 那我現在不上節目 把這三個小時省下來 更認真來研究股票 更認真來操作 我相信績銷會比以前更好 更認真來服務會員 後續2個月後續3個月不一定 因為什麼時候買到節目 也不是我能掌控的 當然也有人來跟我談合作 希望我到他公司去 或是把我公司買下來 節目他們本來就有 要給我節目 我還沒有答應 我離開銀光幕的時間 後續不會太長 那後續也需要一段時間 說真的這個也不是我能掌控的 但是我不在的時候 好的沒有 股神系統還是在啊 他還是一樣會幫助大家 我們公司電話也都持續開放 我們公司也都持續營業很正常營業 張愛明也會在公司裡面 好好的服務會員 我相信 因為不用上電視 不用花這三個小時 準備圖卡 你看我節目看 攝影師照一下 你告訴我多少圖卡 你看一下 有沒有這麼多圖卡 移動就要三個小時 我把他三個小時省下來 更認真來服務會員 更認真來操作 這沒有什麼不好啊 我相信會給會員提高更好的等級的服務 而且費用也可以降下來 因為不用買節目 一個月節目都要花兩三百萬 這個成本省下來 回饋給投資朋友 這很好啊 這有什麼不好 這個不是什麼壞事啊 所以我相信未來 大家還是一樣會看到我 我會透過網路 不定期的在我們公司網站發布 我對盤氏的重要看法 當我們的會員傳真稿 抠訊我們都會持續 讓我們的會員都知道說 我們未來的看法是什麼 哪些股票要做多 哪些股票要做空 我們都會提醒他們 這個服務是沒有間斷的 也感謝大家 過去這15年 對我的支持 禮拜六在台中 禮拜天在台北 先這兩場 這個禮拜先這兩場 這兩場的課程 我相信還是一樣 因為是免費的 所以一定會有時報馬 記得把電話打通 完成報名 而且找到會場 那如果晚到你就記得帶小板燈 那不然沒有位置坐了 記得先把電話打通 完成預約的動作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現場 11111 大雨國際 故生系統的演講 五月三十號星期六 下午在台中 五月三十一號星天 晚上在台北 要不告訴您 五十億大戶操盤秘訣 疫苗看清多工 萬點行情不求人 免費入場作為有限 额迈为止请先来电一约 立刻就播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限级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市部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 互乘系统演讲 5月30号星期六下午在台中 5月31号星天晚上在台北 要告诉您 50亿大户操盘秘诀 一秒看清多空 万点行情不求人 免费入场作为有限 额迈为止请先来电一约 立刻就播02-2500-6999 水也要钱 店也要钱 还要交电话手机费 妈妈 我的学生也不要钱 哪有这么好的事 因为有五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 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 念公立免学费 免私立补助一万五千元 哇 太好了 你所得七十万元以下家庭 另有家额补助呢 要去哪里办呢 幼儿园就可以帮你办 快乐上学去 欢迎回到现场 高手跟低手 他们对股市的操作方向是不一样的 来 高手会对创新高的股票花时间 第一手都去买那个跌升的 等他反弹 那这两个最后结果 头这边都花时间 财富差很大 我想我举两档股票来说明 这是我们操作的股票 领阳 礼拜三涨停 昨年有涨停 拉两根了 他是不是创新高了 领先大盘创新高 对不对 那你看创新高之前 他是不是有拉回整理六天 很多人看到这六天的整理 吓都吓坏了 早就已经被洗掉了 张艺明为什么还没有被洗掉 拉回六天 对不对 你看他是不是黑黑棒 我看到这红黑棒 所以我不会怕 有什么好怕的 他都红飘飘你在怕什么 对不对 有任何卖出讯号吗 没有啊 有转空吗 没有啊 有变绿棒吗 没有吗 没有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很简单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 你看的东西是不对的 所以你当然做不对 你当然就被洗掉了 有没有 你看的是什么 你看的是这个可以棒 对不对 五根六根可以棒 那张艺明看的是这个嘛 原来张艺明看的是股神系统 他没有跌破嘛 所以我就不会怕 当然就是创新高所以会赚钱 这叫创新高的股票 张艺明研究的股票都是这种股票 第一个三千万多 第二个格局非常漂亮的 没有卖出讯号的 所以你看我减的股票都是这种股票 我做的股票也一定是这种股票 我才会做多 对不对 来 那我们看这档 礼拜师他的涨停板 对跟林阳一样涨停 可是他已经跌37%了 那这根涨停有用吗 那这根涨停可以买吗 那你要看这根涨停 你要不要先避开这37% 当然要 你没有本事避开 你看这根涨停有什么用 是不是这个道理 来 反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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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会跌37% 那这根上来 空多多 曲线还是空头格局 他并没有改变 所以他是个空头反弹 既然这样我就不会去买他 可是你看很多人会去买这种股票 他要抢反弹 他每天就盯着那些低很深的股票 弱势的股票在买 有一天就被套牢了 懂意思吗 赢家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 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 这叫做赢家 懂意思吗 因为他知道别人所不知道 因为看到别人所看不到 当然就一定会赚得比别人多 而且会多很多 懂意思吗 赢家知道你们看到什么 看到你所看不到的 知道你所不知道的 懂意思吗 来 这叫阳简 叫二郎神 他有三颗眼睛 一颗两颗三颗 叫封神榜里面的人物 有没有 这颗眼睛专门在看阴阳 什么妖魔鬼怪化身 他一看就知道 这妖魔鬼怪变了 二郎神阳简 看到别人所看不到 他当然就不会被那妖魔鬼怪迷惑了 是不是 眼光决定你一生的财富 懂意思吗 所以当你看得懂了 你会买翻多的股票 你不会去买那个跌胜的股票 来 这 这一样啊 这根本没有翻多啊 拉一根有什么用 不是都一样的格局吗 那你会买这一根 你这一段一定没有避开嘛 很简单 你这一段一定没有避开 所以你今天才会想要买这一根嘛 又没有翻多你买什么 来 那如果买了这一根呢 请问这里有翻多吗 没有翻多啊 买这一根 我很高兴哦 涨银 哇 又撑上来 又受伤了 那会买这一根的人 他这一段一定没有避开 他不晓得这里转空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是不是 那这里是创破断新高 可不可以买 不行 又没有翻多 那如果买了这里 89 哇 天哪 快跌到50了 那你看这样是赔 现在40块了 很可怕哦 是不是这个道理 没错嘛 这里可不可以买 不行啊 又没有翻多 那你买到这里 这里就是你赔的 是不是 这可不可以买 不行啊 上完这么多反 你要怎么买 那你买完之后 头边就受伤了 他会不会反弹 会啊 难免会谈一下嘛 可是反弹 没有翻多 就是不能买啊 你要懂这个道理啊 懂意思吗 有翻多吗 没有啊 没有什么 高兴啊 这个有翻多吗 哦 空头反弹而已 有没有 空头反弹 曲线转空了嘛 所以你不会去买这种股票 你买完之后 哇 又掉下来了 有没有 这个呢 不行啊 又没有翻多 你不是这里觉得不行 早就不行了 早就不行了 一样啊 一样啊 这早就告诉你不行了 一样啊 这格局还是不行啊 所以当你看懂这种架构之后 你的股市人生会不一样 因为你懂得判断了 多头空头你分得清楚了 鸿海集团 15档你要怎么挑 如果你没有本事挑股票 不要说现在台股1700多档 我就跟你讲15档就好 里面会出标股 你也不知道哪一支 对啊 哪一支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买 头这边有 空调打开一下嘛 导播不要这样 那老师要给我们不开空调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这15支股票 头没有哪一支可以买 哪一支不能买 你知道吗 头这边有 到底哪一支可以买 你要看得懂啊 看不懂你怎么做股票啊 那你告诉我 这不是空头格局吗 不是 空头格局你买它有什么用 它不是破底了嘛 这个一样啊 所以当你看得懂 你这里就会跑 你不会报到这里 报四个月还套牢 对不对 这也是空头格局 是不是很简单 这个呢 不行了 最近已经转空了 对不对 这个呢 高档转空了 所以你这种股票就不会买了 而且一看就知道了 跟二郎审理 这不行了 这不能买了 洪海呢 可不可以 有人说站上基线就可以买 如果可以 为什么会盘整两个月 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就知道 洪海 当站上基线以后 这个反应还没有克服 93.4 所以他要盘了两个月 然后这里上有卖出 下有买进 直到这里跳空之后 他才开始要涨 懂意思吗 这个观点 我早在传承稿都写过了 5月15 今天29 5月13 就已经写过了 来 有没有 洪海集团里面最强的是洪准 其次是洪海 有没有 有喔 有这都写很清楚 懂意思吗 为什么知道 而且5月13就讲了 不是今天还讲 那请问这么多天过去了 半个多一过去了 是洪海涨得快还是洪准涨得快 你看就知道 当然是洪准啊 这还用讲吗 那我怎么知道 很简单 股神信用告诉我呢 是不是 如果你要买洪海 不如买洪准 这我早就已经提醒过了 还有什么历程 喔 今天又创新高 有没有 三线翻多 还有什么 我一定会在这种股票做事 研究它 我不会在其他空头格局股票去买 为什么这股票 我会跟你讲过 这股票要讲过 来 有什么时候 有啊 不讲过了吗 对不对 有啊 72就讲了 今天90几块了 有没有 有 我72做到85 这张股票要赚13块 所以你要把时间 花在多头格局的股票 你的人生才会不一样 懂意思吗 哦 同学朋友 看这里到这里快一倍了 所以你在找什么 你要找这种股票 哦 漂亮哦 三线翻多 而且没有任何卖出去 然后报两三个 你可能就赚一倍了 这就是你从此以后 你要把时间 画在这个方面的 那你要现在这个方法 这个技巧 这个工具 要不然你怎么找 你也不晓得什么格局是对 什么格局是不对啊 那你买进去又套牢了 那就很可惜了 是不是 投资朋友 来 有人说张卫明 你股市啊 在股市15年 那你不说你什么都有 为什么要进股市 来帮助投资人 这个问题常常 我每一场演讲都会有人问 那你的钱是在股市场赚到 还是你进股市场就赚到了 这个问题常常都会有人问 来 你能信任多少人 就会有多少人帮助你 你能帮助多少人 就会有多少人尊重你 有多少人尊重你 你的成就就有多高 投资朋友 为什么要进股市你知道了吗 因为太多人尊重我了 他们为什么尊重我 因为我帮助过他们 你后续不是我的会 你也知道 盒碗不能买 你看电视我又讲 是不是 很多股票都跟你讲 转空要避开 你虽然不是我的会 你也是感谢我 你也是尊重我 有多少人尊重你 你的成就就有多高 是不是这样 张卫明在频道里面 不要讲太久 这一两年就好了 我做了张卫明股市一路 五百个 六百个三百 这每一个都是两百折 股市一路 这每一个都是两百折 总共有六百折的股市一路 说真的 每一个股市一路 对投资朋友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不晓得 你把这些观念都懂了没有 如果你懂了 我相信对你的问也操作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张卫明做了 投资人一百问 太棒了 这两本书都是你最关心最想知道的一百个问题 这本书有四百多页 第二本有四百 第一本两百多页 总共一百个问题 这都是你最想要知道的 可是你知道了吗 有一天在免会离开股市 但是我相信 这些东西会永远在股市里面流传 为什么 因为你早晚会用到它 所以你早晚一天还是会拥有它 懂意思吗 来 这个礼拜免费技术演讲会 礼拜六在台中 礼拜天在台北 接着把电话打通 完成报名 找到会场 完成报名 而且找到会场才有位置 那如果没有报名或是晚到 那可能就要带小盘灯来 不会听能够进来 记得把电话打通 来参加这场演讲 来 你跟谁在一起 结果不一样 跟着苍蝇 你会找到厕所 跟着蜜蜂 你会找到花朵 跟着亿万 赚千万 跟着乞丐 会被尿犯 人生 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 跟结果 你跟的人不一样 你的结果 就会不一样 我希望每个都能够 跟着一万赚千万 改变你的一生 我们进到这里 礼拜六 礼拜天 台北跟台中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清多工 万点行情不求人 免费入场 作为有限 额迈为止 请先来电一约 立刻就播 02-2500-6999 大雨 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 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